主料,面粉300克,咖喱粉50克,补料,盐,油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面粉温成两份,一份加开水搅成烫面碎,一份加冷水搅成冷面碎,将两种面碎混合,揉至过程中分次的加入少许水,用拳头将两个面团炸至均匀成柔软的面团,醒翻10分钟,咖喱粉和面粉放在一个小碗里,比0为1比1混合。 和均匀,倒入烧热的油,快速搅拌成咖喱油酥面,将性好的面杆开成长方形的薄面片,倒上咖喱油酥面,涂抹均匀,再均匀撒上盐,将面片从一段开始,像折线的一样层层叠起,将层瓷面朝上,从一端盘起,最后收成圆形,用擀面杖轻轻擀薄成饼皮,饼抽刷油预热,放入饼皮,一面热好后, 斑面,再老制两面都金黄,最后入木炸轻轻将饼铲松,下手高三即可,烹热技巧,初次做油酥面,可将面粉放多些,油放少些,这样在下一步卷的时候不容易破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